汪先生魁伟英俊 汪先生而失去处女身 成为无知的玩物 含羞被沾污而不敢张扬 汪先生虽为宝学之事 竟然如此无耻下流 殊不知乐极生悲 终于染上性病 但是碍于面子 没有求医 私下买些抗生素服用 略为好转后 误以为要到病除 心中暗自高兴 不但不以此吸收教训 反而胆子更壮 依然不停地烂焦 到了第二年春天 旧病复发 昏倒在办公室里 送医院急救 经医生诊断 已经是眉毒第二期了 各器官和脑神经均受眉毒侵袭 虽极力救治无效 中阴病发症脑炎而死亡 汪先生早年丧父 母亲已做清洁工谋生 艰辛刻苦供儿子上大学 殊不知色自夺去汪先生年轻的生命 其母痛不欲生 亲友为其惋惜不嗣 自古说 不淫祸福 犯淫致祸 美女当前 妩媚娇艳 思色迷人 智者是之为祸害而拒之 必至福星照临 上天庇佑 学业 事业皆如意 以及子孙无穷之福意 愚者是之为 莫大艳福而亲之 必至灾星降临 鬼神贡诛 亲者身败名裂 重者不明惨死 或其儿孙 所以 至于于之判别 美色乃是最佳的事 今时 能否经受得起淫欲的考验 智者因此而尽得得福 愚者之损得招或立竿见影 读者可以俯心自问 是之事于 自我反省 以以为界 摆脱色网之困腹 自在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